现在要准备发年终了 但是有些人不是很开心 因为不满年终仅仅一个月 长龙的行情员工 预计发动春节自发性的休假 对此长龙行情今天终于做出了善意 决议在过年前再发放 激励金奖金每人4万元 并于原先规划发放的春节红包之外 再提供春节廉价奖金 初期奖金跟奖励 以表达对员工在廉价期间出来的感谢 新的一年股市看起来 似乎是去年1万2000多点的低点向上反弹 但低点真的已经过了吗 2023年的走势会是如何呢 我们来听听国内重要智库 中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健全的看法 我看每个分析师都讲说 哇 经济很好 我说你们都是喜鹊 我是乌鸦 为什么 因为股价先跌了一大段 所以你们现在是在反弹 我现在讲基本面就是 基本面是漏后股价嘛 所以股价先跌 基本面变坏 等于他们现在在 股价又开始在反弹 我去的时候 刚刚讲基本面变差 大家听了以后一头雾水 我说股市 所以我们通常看经济就是 股价先跌 股价是理先指标 出口接单是理先指标 什么叫同事指标 工业生产跟出口是同事指标 什么是漏后指标 就是服务业跟就业率 通常是股价先跌 出口接单不见了 然后开始发觉出口变差了 工业生产变差了 工业生产变差了 老板就开始裁员 所以就业率就会降低 然后服务业 大家就没有人去消费 服务业就会变差 另外美国联准会 会继续的升息的变数 有哪些呢 全球局势又是如何呢 以及2023年到底是不是一个 好的理财年 请锁定今天周六晚间六点的 全球政经周报 中金院副院长王健全教授 将会深度解析哦 爱黄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 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 我的CTI-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 谢谢大家 好